哈喽大家好我是野哥 今天和这个好友开黑啊 三个两个人开黑 然后玩了一把这个匹配 这把地图应该是这个侏罗纪公园 侏罗纪这个这个公园 主要是那个关键的地方 是那个就是那个劲道那里 很容易掉到火坑里面去啊 这个图说简单也挺简单的 那打匹配的话 很容易碰到就是用吸车的 就是打比较容易打 而这这把主要是这个 是急刹车这个啊 这个他的那个 着装度很高 他也是比较一个难缠的对手 目前已经满敌了 感觉现在这个金刚兰是乱打街了 很多人都喜欢用这款B车 这款B车应该是 也是算是一个现实售卖的B车吧 一个月的时间啊 应该也是很多人都买到了 虽然说是只要要两万多点券 但是还是只要展一展 还是能买得到 这里有一个S 小型的S弯道啊 这边就是和那个谁 和他一起挤来几区 这边只要一不小心碰到那个墙壁的话 就很容易一直连碰啊 这里要提前 提前的飘移的话 你就不会赚钱 这边是飘移过好多次 得到的一个经验啊 雪的教训啊 然后就是这里是一个关键地方啊 有的时候很多地方就是这里 会很容易掉到下面的火坑里面去了 就这里 这里只要飘移没飘好的话 还有就这里啊 这里每次掉下来的话 再飘移就飘飘不过来了 转不过弯 然后这里再飘过来 这里有两个氮气的情况下 开一个氮气加速 然后这里再轻轻飘一下 又挤一个氮气再往飘 然后直接氮气加速 这里一定要有一个氮气啊 要过这个桥洞的话 一定要有氮气 没有氮气这里过不去的 会掉到坑 掉到水坑里面 这张图又有火坑又有水坑啊 也是挺麻烦的一张图 但是跑久了也就习惯了 这里差点没有踩到这个环线 跑到这里的时候可以尽量 如果有氮气就可以直接用氮气 这里我这里没有飘好 刚才没有提前按好 如果这里的话可以直接提前按 然后又是这里 这里又可以挤一个氮气 因为它这里有个加速 然后又是一个大大的弯道 是吧 这次飘移的还是不错 现在最近这里啊 就是很担心落坑 如果打排位的话 是特别容易啊 这里终于是有一次完美的飘移过来 没有撞墙 没有撞墙的飘移过来 这算是比较少了 因为有的时候经常会碰墙 就是它那个弯道 跑到这里的话 拐过来的话 如果你有两个氮气 基本已经锁定胜局了 我这边已经有两个氮气 再一个加速 直接一个加速要过来就赢了 好友开心 赢了 可爱的萌萌 应该是个妹子 刹车应该是个汉子 对吧 好 那我们本期就到这里了 现在欢迎当机 观众一个视频 观众公众号比较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众号比较结束 观众号比较结束